终于迎来了大结局 网友对于63集的剧情大呼不尽兴 杨子邓伦等主演也晒长文发表了故事 正在观众想方设法让导演拍第二部时 唐月与《青天的到来》给大家带来了灵感 原来锦蜜早已内定《青天为儿媳妇》 唐月是旭凤与锦蜜的儿子 说起她的名字可是大于来头 唐月的真身是水鸟白鹿 她的出生可以说是让锦蜜很是头疼 锦蜜很长时间不能接受儿子是水鸟的事实 观众连想到唐月是白鹿 而刘英女儿叫青天 不仅想到一行白鹿上青天这几时 网友纷纷大呼 锦蜜套路太深 白鹿因为父母身份尊贵 所以她出生便在六界横着走 巨大的关系网连三生阿黎都不及 也就阿黎的侄子白滚滚出生后和她有一拼 青天是刘英与其妍的女儿 巨峰为了寻找锦蜜便放置了魔君之位 随后她将魔君的位置交给了刘英 青天有刘英这个靠山 六界自然没人敢惹 所以两人无论是家事还是容貌都很配 在大戒局的时候 青天找到了唐月 唐月告诉青天自己爱上媳妇 青天看上孟丝山上的弟子 她交液完唐月后便前往了孙伦山 网友看到后纷纷大呼 唐月你媳妇跑了 请观众对于唐月青天在一起有何评价呢 可以在下方评论留言哦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记得关注哦 谢谢收看 再见